想什么呢 你怎么来了 这儿没什么事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两天我实在是太烦了 冲谁都这样 别生气 别生气 你现在不能生气 生气对宝宝不好 别生气 别生气 买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我看看 给我儿子都买什么了 你那个零花钱够不够 我给你张卡吧 我来不是向你要钱的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 所以我特意买了宝宝的东西 专门带来 就是想让你轻松一下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大鹏这两天 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很不好 你不说跑来照顾照顾她 却跑到这儿来使小性子 你暗的什么心 你误会我了 我没误会 我亲眼看见 亲耳听到的 高敏 瑶瑶的心没那么坏 她就是来跟我说说话 你至于 说说话 是吧 这两天你话说的还少吗 电话都打爆了 你走 大鹏现在需要的不是说话 是休息 凭什么我走啊 你怎么不走啊 你在这儿他也没法休息啊 我和大鹏同床共枕那么多年 你问问他 你问他的休息的好不好 同床共枕 我看你们是同床异梦吧 真是在医院 我不跟你吵架 你给我走 凭什么我走啊 你怎么不走啊 你跟大鹏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全集团傻家都知道 我是他未婚妻 未婚妻啊 也就是说你们没结婚 非法同居了 哎 我怎么了 够了 让我静一静 都走 不 有人在家吗 哎有谁啊 大姐 您好 你是 我们是彭城集团的 是刘俊辉的同事 来来来 快坐快坐 来来来 快坐快坐 来来来 快坐呀 来来来 喝水喝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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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这两天正念叨着俊辉呢 他上北京出差回来了没有啊 还没回来呢 北京那边的事太多了 一时半会儿也处理不完 这不 张总啊 让我来看看你 那谢谢张总了 你要是看见俺家俊辉 你跟他说 让他别挂念着我 好好地工作 我好着呢 对了 听说张总病了 他现在咋样了 好多了 哎呀 那就好 那就好啊 大姐 是这么一回事 张总在市里啊 联系了一家非常好的 非常专业的眼科医院 让我接你到医院 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如果能把你的病治好了 以后啊 你就什么都能看见 哎呀 不用了 不用了 俺这眼睛现在啊 将就着能看见这东西了 比以前强多了 可不能让公司再为俺花钱了 那可不行 张总让我来接你去医院看病的 你要是不去 我怎么跟张总交代啊 哎呀 这这 哎呀 还愣着干什么 快 帮他收拾收拾东西 哎 好好好 舒秋 这上哪儿去啊 这不聚会他们同事嘛 静眼进城去看眼睛去 那沈子 想着一走啊 这家就交给你了 行 照看照看照看照啊 行 你放心吧 那我们走了啊 好 好 慢点啊 来 哎 瑶瑶 哎 瑶瑶 稍等一下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我单位门口啊 这是我单位门口啊 哦 我居然跑到你们这儿来了 瑶瑶 你没事吧 哎 要不然我送送你吧 来 接个电话 哎 哦 老杰啊 你好 我上次问你的事怎么样了 哎 哎 太好了 太好了 嗯 好好好 好 我知道了 好 随时电话联系啊 哎 再见 这个人 你去查一查 行 看看有没有什么关系 队长 您找我 小方 刘俊辉这个人 你还记不记得 记得啊 听说 他又犯事了 我想 让你和大牛接受这个案子 队长 其实我 别你要我的 时间紧迫 再查出来点线索 我们就要放人了 队长 您放心 我们一定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就你这毛毛涛涛的样 我就一万个不放心 这个案子 可是关系到 我们滨江的 纳税大户 彭城集团 非常敏感 你们两个 一定要仔细地查 明白 明白